惠土佑这个忍者在削弱以后出场率有了明显的下滑 再加上他之前用的那个真空波秘卷也做出了一些削弱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忍者的一个实战效果 我这边带来是一个加强后的斩空波 开局先用个长二二技能过去试探一下 没有命中 这边再用普攻试探 他放了一个螺旋手里剑 本来打算秘卷过去拿先手 但是这个范围没有打到 过去再看他引出一个技能 这个速度太快了反应不过来 提升以后看着他的位置 先用一技能抓取一下 他手里是有提升的 所以说我们普攻尝试反向骗一下 没有骗出来 在这个位置二技能过去预判一手 然后再直接按回来 刚好是躲掉他的技能 他手里一个秘卷估计要放了 所以说两个人秘卷互换了一波 再引出他一个技能 站到这个位置用一技能抓取 但是空掉了 那我们继续普攻 因为手里暂时没有技能 我们先用普攻稍微用这个动作引一下 然后再二技能冲出去 他手里现在还有一个位移技能 这个时候只能靠预判了 因为如果反应不过来的话 可能会被他技能拿到牵手 我们先用这个秘卷打转他的技能 然后再运营技能快速抓取一波 现在这个时间不多了 他估计要快速提升打伤害 我们普攻反向骗一下 再引出他个技能 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是抓到他一个后摇 相较于新门门调整后的忍战带头 以及死门凯现状来说的话 那这个惠独又和仙人都调整后的表现 明显就差了很多 虽然你如果按强度排序的话 这个仙人都可能还要比这个惠独又稍微好一些 但按照我自己在段位赛里面匹配的情况来看 仙人都几乎看不到 这个惠独又的话还可能偶尔碰到一两次 即便拉开身位看着他 如果不提升我们先用一技能抓取起来 然后再用普攻反向骗一下 爱踢不踢反向直接走 等他过来的时候我们收了一个秘卷 直接把他给弹飞 然后再过去看一眼 提升出来了 二技能拉开 然后再换回来 这个时候被他预判到了 快速顶一手通灵 一技能抓取一下 他顶了通灵 快速往上面走 躲开他的通灵范围 再继续普攻 除了没有技能的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普攻 然后飞到空中 还拿到了一个先手 落地以后 二技能拉一波伤害 然后还有个二段 看着替身 我们快速再顶一手秘卷 这个地方顶得稍微点早了 替身以后不着急放技能 看一下他的位置 然后再用一技能抓取的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把那个替身给骗出来 就可以直接开大了 好了 这是惠独又的一个实战效果 各位觉得现在这个人的强度怎么样呢 今天视频道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